阿伟,阿伟你醒醒阿伟 阿伯,阿伯,阿伯 阿伯,阿伯 最开始先是赠送的面包 不愧是Beats手风格,面包都这么大个 另外面包脆片搭配的是金香鱼慕斯 质感做得非常好,有一种空气感 但是调味太咸了,吃多了后的荒 只能赶紧大口吃面包 前菜我选择的是蜗牛 这个的出品看起来同样很有法国大农村的感觉 但蜗牛的质感保持了一定的弹性 在粗犷的卖像下是精气的出品 调味用了欧芹,菠菜,火腿,还有蒜 整体是浓郁的风格 海鲜我点的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柑橘罐蒸大虾,来自泰国的巨虎 硕大无比 如何入味就成为了烹饪的难题 主厨的解决方法是高温高压闷蒸 足够的压力把西柚,橙子,柠檬酸甜的香气 完美的压进了虾肉之中 而串起虾肉的柠檬草,由内之外 把自己独特的香料气息 扩散到了虾肉之中 里应外合,来让巨大的虾肉完美入味 虾肉是我最爱的熟度 中心完美的半熟,来让虾肉有了两种不同的口感 糯糯的感觉让人忍不住心生好感 主菜同样是点的招牌菜,酱烧牛肋排 这个牛肉近乎于全熟,算是非常中国本土化的牛排 浓油赤酱,颇有些上海本帮红烧肉的风格 虽然是全熟,在软烂的同时依旧保持了多汁 这就是长时间慢烤带来的魅力 在烤好后再煎,用漂亮的美拉德反应 来让牛排达到实际意义上的外焦里嫩 要说缺点,那就是太大份了 一斤的份量本来是双人份,我一个人全都吃完 确实是压力和负担都有点大 感觉非常适合拿来配一杯波尔多佐安或者是教皇心宝 可惜我下午还有其他事情,中午就没有办法喝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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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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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颗柠檬制作时长是三天 把柠檬挖空后 把柠檬皮在糖水中浸煮六小时后隔夜冷藏 总共重复三次 堪称丧心病狂 三天后 在这颗柠檬皮里塞入柠檬雪酪 冰霜 还有西柚香肠的果肉 完成度和复杂度都非常优秀 甜度还是法餐一贯的作风 柠檬皮的苦涩去除得很干净 柑橘类的香气在口中绽放 酸甜的果肉来给全餐做了完美的收尾 法式甜品的甜度都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口味比较淡的话 我建议点个茶或者咖啡来配 那对我而言还算是不错 全餐总共花费一千二十人民币 觉得值得 写在弹幕里发一 觉得不值得 请发二 OK 那最后来做个总结吧 这家店出品的水准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高的 是那种周末的中午 可以悠闲的去轻松享受时光的一家餐厅 优质的出品 不错的风景 出色的服务 我认为算得上是物有所值 OK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投币收藏三连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